那些湯你一吃下去是超級鮮的 一口咬下去 你整個人就好像是海底一樣 你明白嗎? 但這個海底是暖水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暖水的海底? 溫泉 有沒有想著拍蛇珍? 是會想去一個 旅行特輯的蛇珍站 即是去不同的地方形 那會穿什麼衣服? Hello大家好,我是古天龍 我是天龍 不是 因為天龍也挺白的 所以我覺得有點黑 不想聯想一些比較黑黑的 很漂亮的 所以不小心聯想到 我現在衝去是天龍 是 今天繼續我們這個 衝去味吃 現在天氣開始涼 所以我們今天會來一間 我想這裡應該沒有什麼有客人會過來 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叫做新橋 算不算嗎? 我真的不懂這些 就是杜璇街新橋 叫做鮮味廚房 叫做打火鍋 這間我覺得是 我自己挺喜歡的 一間打火鍋的地方 除了打火鍋的東西 還有一些小食 都是很棒的 有我最喜歡的 煎魚餅 還有一個我最近發掘的 炸魚球 我之前沒吃過 那些鍋子也很棒 我們現在就叫做食物了 食物來了 就跟你們介紹一下 好 我真的不吃這些 終於可以吃 終於可以吃 我怕它變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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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白酒魚 就是這樣看它 是有點啡啡的 我自己吃過 它是有些香料味 有些白鍋的味 白鍋也吃到嗎? 哪個白鍋 法國是一種香料 我以為這麼複雜 你會吃到八個國家的蜂蜜 法國 日本 這些 這個其實挺棒的 它吃起來很爽口 再加上豉油和芥末 它好像刺身 但它又不是三碗 有用滾水去搓一搓 它除了這個 好像還有麥魚 還有鮑魚 你還可以冰鎮雙瓶 這樣也可以試一下 這個也是推介的 接下來 你看我這邊也知道 我個人是超級喜歡吃魚餅 我超喜歡吃這些鮑鮑 它有點焦脆的 焦脆的 這個也不用說 這個本來是好吃的 出爐就會很脆 不過我們已經不客氣了 正常出爐會比較脆 我現在已經軟了 不如你喜歡吃鮑魚球 你一定會喜歡吃這個 我覺得可以跟以下的這個相比一下 沒錯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吃鮑魚球 之類的 也喜歡吃香口的 接下來這個 它叫車仔魚球 是嗎 炸車仔魚球 其實跟魚餅一樣 是用鮑魚肉去做的 但是它的口感 就屬於薄脆 然後這個 就是香口和濕 肉質很結實 咬下去淡淡肉 但味道是完全一樣的 可否看你喜歡吃什麼口感 還有我的質 因為它裡面 魚肉裡面 是有加蔥 還有芫荽 芫荽 芫荽 我又吃了 我吃了蔥 所以其實魚頭的芫荽味 是比較重 因為它裡面沒有煎 但是魚餅那個 兩面都煎了 煎到它沒有了芫荽的味道 所以這個芫荽味是比較重 嘩 有沒有覺得 你說完 我才吃到少少芫荽味 真的有芫荽味 它加了我覺得是香紅的 混在一起 就不是你單獨吃芫荽 一種這麼辛苦的味道 震驚了我 原來芫荽 我以為是蔥 糟了 它會不會是沒有芫荽的 叫老闆說 我們沒有芫荽 不會吃 Sorry Sorry 好啊 然後這個肥荽 在場面的人都不吃 但是我也點了 因為我覺得它的肥荽 它不是外面 坊間那些 亂來的肥荽 不像合成那些嗎 對 對 它是真的有雪花 然後是漂亮的肥荽 我覺得每次來都很驚艷 我還吃牛的時候 我都吃過的 那是好吃的 加上它的煲 印象中 對 對 對 它有青湯腩 這個煲 也很好 配這個肥荽 也很好 它是很軟的肥荽 有些肥荽 是滷綠 都很硬 很硬 很硬 因為它有很多雪花 嗯 所以我也挺推薦 點這個 然後就試完我們最後這個 本來Tina打算點多點青湯腩煲 其實很多人來都會吃煲 有很多 什麼煲 羊腩 咖哩腩 雞腳煲 薄薄 薄薄 肉骨茶 也有很多 Tina打算點清湯 藍煲 她怕吃不完 因為只有她一個吃 所以我們點了薄薄薄 薄薄 但薄薄薄 沒有了 轉了三百五角 我們試試它 還有它有一個地方 特別是 它的煲全部都是小小 兩個人來吃都可以吃兩個 其實大吃一點 你一個人可以吃到一個煲 男仔的話肯定吃到 很鮮 整個煲 蒜頭 加上蜆 還有蘿蔔 那些湯 你一吃下去是超級鮮 你一口咬下去 你整個人就好像在海底 你明白嗎 還有特別是冬天 你這樣做一口這些 你加上湯 它由你的嘴 然後溫暖到你的胃 整件事 然後 就在海底裡面 但這個海底 是暖水 你有沒有看到暖水的海底 溫泉 海鮮的溫泉 然後這個蘿蔔 我想說 因為它的蘿蔔 它就在這個海鮮的溫泉裡面 吸收了所有的精華 你一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整個海洋 就吻陷了這塊蘿蔔 但你一定要最後才吃蘿蔔 因為蘿蔔 它一口還沒收集所有的精華 到最後呢 它又軟又盛 你就知道為什麼 蘿蔔一夾就難知道為什麼 因為整個海洋都在裡面 它承受沒有這個狀況 我之前吃過呢 都是波波蜆的 波波蜆好像沒有那麼誇張 這個效果 但你轉做這個沙白 它就是原來念過 那些蜆肉裡面 都吸收了那些醬汁 一咬下去 那些醬汁就會在蜆裡面流出來 其實最主要是它的蜆夠大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對 然後你會感覺到 那些醬汁裡面 是充滿著那隻蜆 它一生的記憶 你會看到它的一切一切 它的家人 它的朋友 它的親戚 全部都在這個鍋裡面 是家庭的溫暖 對 對 就是這樣 我真的可以考慮試試轉沙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先吃點東西 吃完東西呢 因為今天呢 真的突然間我們衝過去未吃 所以我沒有準備魔術 所以我們一間會跟Tina聊出寫真 這件事 我們一間見 對 對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吃完東西了 現在我們就要變魔術 我覺得這個魔術是什麼 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魔術 從來沒有變過 就要變走我的魔術 所以今天是沒有魔術 我們就會跟Tina聊一下 OK 因為我覺得今天我們講的話題 應該是 觀眾會想聽這個話題 會多了想看我的魔術 那是什麼呢 其實Tina出了寫真 就是一個攝影師的合集 對 然後我裡面是包了幾個版 就只是穿了和服 一套照 對 那些和服都是正經的和服 就是你們不要想 古典精怪 誰會想啊 對 是我 對不起 所以有觀眾就會問Tina Tina 你接下來會不會再考慮 再拍寫真 會不會拍一些 可能性感一點的寫真 就是我問的 那觀眾 Tina解答過 但我用群眾的壓力 看看可不可以 有一點點改變 Tina 有沒有想著拍寫真 認真 我出完那本寫真之後 我是有想過 可不可以出一本 嗯 然後我有諮詢過六號碟 他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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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從來只有老闆要人出寫真 接著人不肯出 對 他可能覺得我出了 我買不出吧 不是 怎麼會買不出 那我當你現在想出 那你會想 穿什麼衣服 為什麼大家都想穿什麼衣服 我當時的想法 其實是想去一個 旅行特輯的成真 即是去不同的地方 嗯 那會穿什麼衣服 我完全沒有問過 你想去什麼地方 就是有沒有幾個國家 為什麼想去這些地方 是不是對你有什麼意義 我沒有 我完全不怕 穿什麼衣服 我們先跟著這個程序 我們免得跳得太遠 你想去什麼地方 我本身是想去日本的 日本 因為其實日本也挺適合拍攝真 是啊 日本很適合 不是你想的 就是日本風 日本風是哪類型 即是搜查官 還是 不不不不 那日本一個地方 還是日本很多地方 日本的很多地方 所以你的很多地方 可能我就去日本這裡 然後在不同的城市 對 就拍不同的照片 因為我當時想的 不是一個純寫真集 都是會有大部分的 因為我自己喜歡到處吃東西 你可以說是一個旅遊書 又可以是一個寫真集 其實挺好的 我覺得 真的 我自己也覺得挺好的 我才感動和好苦 其實我可以投資 但是可能因為我資金有限 六幕 可能我就投資了六幕回來 我覺得既然有六幕 就不像是日本 火星 天堂 地獄 黑洞 又可以 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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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黑洞就吸了你的衣服 即既然天堂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這樣也是 這條片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要用群眾的壓力 讓老子知道 原來不是 原來是有得做的 這件事有開幫 我也想做這件事 對 但是你要穿什麼衣服 我想知道你是什麼風格 大家不要誤會 我想知道是風格 對 我覺得你是配日系一點 嗯 所以你要穿什麼衣服 就是什麼風格 日系一點 日系都有很多種 就是你會是動作類一點點 還是民靜一點點 動作類的衣服是怎樣 動作類的衣服 動作類嗎 就是我見那些 笑 我見那些搜查官那些 就是動作類的 我覺得他們很有正義感 我覺得你屬於比較好 有正義感的女生 嘩 我想到了 Dina 我幫你想一下寫真 你要找些好東西吃的 嗯 美食搜查官 你真的出道 你會不會用這個名字 不是 觀眾留言 你現在美食搜查官 你買不買 你自己說 好 希望有機會可以見到這本 美食搜查官 今天就差不多了 上次多謝Tina 陪我過來打這個Bino 然後被我問了一些 這麼恐怖的問題 全部是效果 你知道我私底下不是這樣的嗎 是 你很猶豫 是啊 她不是這樣的 我私底下真的不是 我不是 我是正直的 我上次呢 是不是有芫荽 是啊 那這個八爪鹽呢 是不是有些香鹽 它是有些香料 調味的 嗯 有什麼香料 應該有些八角 你看 嘩 謝謝 嘩 我想說 我跟Walky 我們經常來 我們都吃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 Tina一次過是中了 超緊張的 剛才這個毛 真的